因為過去我們知道 不如很多的風暴 二代等等 這幾個什麼飛彈試車都有 其實很多人都在這個低點 有買到便宜的房子 沒有錯 可是通常在那個低點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錢去買 因為你說現在因為打房 因為我買不起房 所以我繼續消費 我繼續投資自己 我買銀牌衣服 永遠買不起 可是如果說你要一直存下來 才有機會 可是我覺得台灣的泡沫化要破掉 從過去到現在沒有這樣的跡象 因為政府不會讓它破掉 那時候當然我要呼籲政府去查一下 那兩間快要倒掉的銀行 就是說他們假如說房價跌三成就要倒掉 有兩家 自己承認他們承擔不起 是 因為他們的操貸一定非常的嚴重 做假合約或是操貸一定非常的嚴重 房價跌個三成就受不了 這兩家你們自己去查查看 你自己的內臟有沒有什麼問題 你剛剛有提到說 台灣政府會不會打房 會 什麼時候呢 在每逢總統大選之前才會打 因為民意的壓力 是 而且這個雖然很矯情 可是奢侈稅就是這種矯情下來的產品 的確 奢侈稅一推出的時候 房價有跌下來一些些 後來有人當選 有人落選了 因為落選了 他也來不及推出奢侈稅 因為他還沒上任沒辦法推奢侈稅 現在我們到2016之前 所以一直有人預算說 2016房價會跌 2015房價會跌 我覺得最關鍵就是 又來一個矯情的民意調查了 希望說因為打房 否則你看現在誰打房 沒有 台北市推好好看 炒房 新北市什麼都要合法 你說工業住宅也要合法 連違法的旅館都要合法 因為這內政部長交的 然後桃園在炒土地跟航空城 人死了 沒關係 你更不用講說什麼苗栗 大谷 這些東西 台中在炒重劃區 因為他們認為土地不嫌少 所以用力的炒 全台都在炒 所以政府帶頭在炒 當然是政府帶頭在炒 然後政府很矯情的推出 你說央行總裁 據說我們有打房 央行總裁關這什麼事 真正打房是立委 可是話說回來 立委是地方樁腳選出來的 立委跟錢分不了關係 他敢打嗎 他不敢打 我們剛剛說政府如果 像是會說的帶頭在炒房 事實上他剛剛舉了很多 具體的例子 台北市事實上用了張晶賀 做副市長所謂的空投總司令 被認為稍微有一點誠意跟動作 但是他剛剛說好好看 是說拉皮 提供一些補助 而且非常高額的 比如說剛剛你大家給我講 聯合報差點倒掉 是因為好好看 讓那一空大樓變成豪宅了 不只喔 就是為了說法 連台北市好像有心要去評議 有心要去追求房價合理化 比較軟性 沒有 那算是公司不太一樣 那個大家都很清楚 因為媒體圈大家很透明 不用講說好好看 如果好好看是針對 台北市的主要大陸 那我們都沒有話說 那一棟是 台北市主要大陸沒有話說 他連重劃區都好好看 所以所有的容積都翻倍的漲上去 這不就是炒房是什麼呢 那如果政府炒房的同時 國營事業在做什麼事 我們看看國營事業不斷的釋出土地 當然國營事業有些經營很困難的 像台鐵已經累積虧損1000多億 所以台鐵是在想不出別的辦法 就那好啦 我們就把我們的三支金基姆的釋出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台鐵這虧損1000多億的國營事業 他要把三支金基姆釋出 包括南港吊車廠 南港現在這個釋台地不得了 還有台北機場當然就是這個 市民大道底的那塊地 另外還有台北車站的特定區 這個更是不得了了 這三塊金基姆如果陸續釋出 總共的收益會上看1000億 當然這不是一下就這麼多 可能會未來一段時間內 另外我們來看台電 今天很出名 台電 當然大家常常去吃台電的 這個酸菜白肉火鍋 那塊地當然還有台電 台電的這個鍵給手 台電都從那邊開始發展的 台電那塊地有5000坪這麼多 非常漂亮 就在這個和平東倫跟羅斯福口 附近粗估價值200億 另外中油它有一塊 在台北是中輪 中輪也是市中心的土地 1000多坪 那麼價值2 30億 那麼當然國營事業 要去活化它的資產 不見得都錯 但是報紙馬上寫說 房地產商虎視眈眈 所以變成說政府帶頭炒房 國營事業如果吃放土地 因為土地是稀有資產 土地不會增加 你說你去填海造路 怎麼增加也是很有限 所以土地是稀有資產 永遠只會越來越少 如果政府也帶頭 也做這樣的事情 雖然不能完全說錯 但是這樣的政策之下 澳臺房地產只見高不見低 對不對 嘉欣 其實我們這樣說好了 事實上我們有發現到 現階段政府這些 釋出的土地來說的話 其實開發商 他們都有所謂一窩蜂的狀況 比如說我可能覺得辦公室很好 我覺得一窩蜂的開發辦公室 結果到了明年 整個台北市有6萬坪的辦公室要釋出 過多了 對 就過多了 當然可能覺得旅館很好賺 所以一窩蜂你去開旅館 但是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其實像這樣子國營事業的一個 不動產的資產的活化 當然以現在來說的話 可能大家也怕人家說話 所以應該是採取地上權的一個方式 去做一個活化的一個動作 就不是脈斷就對了 對 但是是不是有可能 我們可能有一部分的這樣子的一個土地 你開放來做青年住宅 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做一個增加供給 對 為什麼不敢 因為你知道嗎 為什麼不敢 當初在推合一住宅的時候 索爾街上在反對 因為他們就罵政府說 你跟民間搶財 我這邊一平賣40萬 那又是顧及到房地產的利益嗎 那不是跟李永元一樣 是啊 他講得很明白 內政部長這樣說了 我們還有什麼希望呢 可是我們要講南韓為什麼打房 南韓的社會住宅 它的出租住宅已經達到8%了 好 我們中華民國推出的社會住宅 只有0.09% 你知道嗎 年輕人沒有錢 買房子 我們解釋 我們不能說為年輕人 一定要讓他買房子 而是說今天年輕人買房子 你讓他有得住 他才有奮鬥的 前進的那個動力 對 那你又不是說 你現在是政府幾乎把年輕人 推到炒房的境界人 因為現在只有炒房才能夠賺錢 你百業銷你只能賺22K 你能夠賺到什麼時候 所以政府是推他去炒房的 你要不要去炒房 我馬上問一下貝民 政府曾經在福州 推過一個比較大的 合一住宅的案子 其他的都很小 你知不知道這個政策 那你有沒有想過要去登記呢 有 那後來的情況呢 你是單身就沒有辦法吧 真的嗎 單身 我們還不是那麼絕對清楚 單身沒辦法 單身40歲以上 或是太老的可以 40歲以上可以 40歲以上單身也可以 或是你結婚 20歲以上結婚 所以你根本連登記的資格都沒有 那我聽到一個說法是說 這個去登記政府合一住宅 比重樂透還難 你就可以知道那個需求有多大 重券率有多低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有這麼多地 如果不推更多的平價駐宅 房產是永遠壓不下去的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 歡迎回來 我們來討論台灣的房市是否會泡沫化 泡沫化事實上全民會受害 沒有人可以撿到便宜 那麼事實上我們剛剛討論的 政府該做的事沒有做的很多 究竟高房價的元凶還有哪些 我們來看這則報導 記錄片看見台灣專家有感的發 環境法律員協會理事長 詹順貴點名看見台灣國土真相的嗎 評論中點出全台都市計畫區可容納將近4000萬人口 但人口成長率下降 全國總人口在2024年高峰不過2365.6萬人 地方政府卻擴大都市計畫房地產上漲變得變本加厲 長期關注房市的淡江大學副教授莊孟翰認為 不當的都市計畫人口過度集中北部 是高房價元凶之一 45.06的人口在北部 有新主義北 北中南的不均衡的發展 所以你會發覺說 那所得最高 下倍最多就集中在北部 台中跟高雄 將來如果捷運也建構起來 那也有產業園區 等等的話有工作機會 那那些人就會落在台中高雄 不必往北部來集嘛 銀建署公布的第二季房價所得比 台北市12.4倍 也就是得不吃不喝12.4年才買的起房 新北市9.6倍 除了大台北後大約只有7倍上下 台南只有5.5倍 全台空屋數有86.31萬載 換算台灣空屋率約10.63% 和紐約才3.12% 倫敦3.9% 香港4.3% 新加坡5.6% 相比台灣空屋率高的下緣 可見房地產供過於求 這裡是單水小瓶頂 因為有八家建商在這邊推案都失敗了 所以又有八卦山的封號 而後面這幾棟正在蓋的大樓 卻開出一瓶60萬的價格 而且號稱九成都賣完了 據說買家一半都來自大陸 更多的問題來自於預期行李 就是將來可能更多的中國大陸的資金進來 現在已經進來了 那你不去設房的話 外來的需求會把你這個 已經不是房線的房線衝破了 房價居高不下 莊孟翰指出還有最根本的稅制問題 政府卻遲遲沒有破例大翻修 房屋稅土地稅低利率也低 導致有錢人大量囤房 根據全球房地產指南 日本租金報酬率有5.53% 香港3% 台灣只有1.57% 全球最低形成高房價低報酬率 而都市計畫要成功至少也要花掉20年 沿著捷運線再多規劃一些捷運 多開發一些土地 到底是抑制房制或者穩定房市的措施 還是炒房 由央行來提這樣一個措施 其實也是很詭異 終究央行是一個貨幣政策 或經濟穩定的一個主管機關 所以說它其實面對的是一個 資金的一個調控 或者是利率的調控的一個角色 那在這個情況下 某種程度上 它是應該有更高的層級行政院 來針對這些方式 來做一個充分的檢討 高房價問題盤跟錯節 民眾期待問題有解 政府得拿得出決心 好了 政府要拿出決心 我們剛剛聽到花敬庭教授 事實上他已經 也多次來我們節目 談到房地產的問題 他也是說 這個打房怎麼會是向央行來做 當然彭雯他對於整個政府的 整體的貨幣體系 他有一個憂心 他可以擔心房市泡沫化之後 怎麼會垮掉 但是真的該做的不是央行而已 央行是管貨幣政策 管利率 管匯率的 所以事實上還有其他單位該做 像財政部長張盛合昨天說的 財政部也要拿出一些做法 內政部也要拿出一些做法 我們剛剛談到合宜住宅 加薪事實上 我們剛剛提到合宜住宅有很多限制 重簽率很低 表示需求的人很多 政府能蓋得非常有限 另外一個問題是 有人說是合宜住宅事實上 他也高於人民能夠負擔的範圍 甚至有人好不能夠中簽了 他也繳不起投期款 對 因為其實像這個 所謂的福州合宜住宅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其實投期款的 這個部分上面 如果你比較大的一個坪數的話 你大概投期款大概200多萬 所以其實對於一般的 深斗小民來說的話 如果沒有加一頭幫忙 確實有一定程度的難度 你是不是碰過實際的 對 因為有次我搭建車 然後剛好就遇到一個建設司機 然後他就跟我說他中簽了 然後他很高興的就是說 跟我分享他這個喜悅 然後問我一些 就是區域房式的一個問題 然後後來他就跟我說 後來我又坐到他的車 因為他固定在我們公司那邊排班 對 然後他就跟我說 小姐我把那個 我的中簽的這個資格放棄了 因為我籌不出投期款 他是因為他跟他太太 都有信用上面的問題 然後女兒這邊的話 收入不夠 所以其實他就前面的投期款有問題 後面的貸款大概也預期會有問題 所以這樣的問題 你那個 所以政府的合宜住宅 是不是有必要把評測縮小一點 讓更多的民眾能夠附帶 那不至於 合宜住宅這個是好政策 但是我覺得稟要做大 福州才1650戶 然後現在林口也是大概1000多戶 然後加上這個淡水 淡水還沒有開工對不對 也沒有做 加不上那5000戶而已 5000戶 5000戶不算什麼 一個林口造證 一家建商就推了3000戶 你這5000戶算什麼 而且他的評數確實變了 有50坪 有60坪的 他說政府說因為要三代同堂 鼓勵三代同堂 這問題是總價太高了 總價超過1000萬 基本上我覺得合宜住宅不行 當然又講到所謂的資產活化的問題 我覺得台灣的政府實在要do something 要做一些事情 合宜住宅 這個政府的土地 他剛剛講台鐵 中油什麼對不對 全部要資產活化 沒有關係 政府機關對不對 幾萬坪的土地 動輒好幾十公頃 幾萬坪拿來做對不對 我標售地上泉之後 然後我就提供一部分的做社會住宅 但是我跟你講 建商就不願意去標 因為合宜社會住宅 這社會住宅住的這個分子好像亂 然後低所得 他們不願意 但是你政府拿出魄力 甚至規劃老人住宅 銀法住宅 一部分